MING PAO TORONTO 白香火 Hi! Happy Monday! 今天要來做飲料 今天也不是什麼特別啦 我說不是什麼特別的原因是因為 Shawn幾乎每天都會給我們做飲料 那又因為呢大家又愛漂亮 不想去外面忙飲料 所以他就會用比較健康的食材做飲料 今天我們會加這個 十全的招財禁寶 這是柳丁鳳梨 白香果在國外比較難拿到 所以我們特別喜歡吃白香果 但現在在台灣所以就用白香果 準備的材料由 招財禁寶的柳丁鳳梨 你可以挑你喜歡的口味 然後再來是白香果 冰塊 還有 手搖杯 白香果先沖一沖好了 我們先過個水 然後這個頭可以把它先拔掉 其實把它拔無所謂啦 但我喜歡拔掉 再龜毛一點 欸對要講那個方向啊 因為我都不知道 切的方向 大富人都知道 切到白香果要很切啦 沒有人會 比較少人會只切啦 就是我啊 蒟蒻飲 健康飲裡面已經有加糖 所以我們就不會再 加蜂蜜 對 基本上我們家做飲料 是不會再加其他的糖的 就是除了蜂蜜以外 對我們幾乎不太用糖 它裡面是蒟蒻跟果冬的合體 所以你要去把它擠出來 所以它其實是比較 一般也是像小點心 基本上像這個 我至少倒一半以下下去 基本上這個糖度已經調好了 我們還要下水 所以看你要放多冰 像這個我們沒有吃很冰 我們大概就放個三四塊下去就行了 對啊 總的意思說不要吃太冰 沒錯 夏天反而不能吃太多冰 為什麼夏天不能吃太多冰的 因為夏天陽氣在外面 裡面反而比較涼 OK 冬天反而有時候可以喝點冰的 因為陽氣都收藏在裡面 所以現在我們加點 喝點水 通常我們就試試看味道 給他試好了 這給我試嗎 看甜度怎麼樣 我覺得很酸耶 你覺得很酸的 這個的百香果偏酸 所以說如果你覺得偏酸 就可以加蜂蜜的時候 要不要加蜂蜜 我不要我就這樣夠 我最近在減肥啦 我產後我還有幾公斤要減耶 OK好 不要給我吃太多糖 好 那我試試看好了 哇我覺得很剛好啊 我不覺得酸 真的喔 因為他冰塊其實沒有放很多 他都已經融化了 那可是裡面有蒟肉 可能會倒不出來 你就先倒一些 開的時候左搖右搖一下 把它打開 喔 看起來好好喝喔 白香果 讓我先來試喝好了 還蠻好喝耶 嗯 好那今天影片分享結束囉 這關你們還想看 什麼樣的飲料 再留言給我吧 然後再拜託 Shawn再做給我們看囉 OK see you next time bye 這是我媽 風長已久的玻璃櫃 裡面裝滿了他的 數年來的戰利品 這只是一部分喔 因為他其他部分我忘了放哪裡 他最喜歡那種金邊下午茶有沒有 但他從來都沒用過 然後今天會用的是這個高腳杯 啊對他很喜歡那種美國式的 可以冰起來有沒有 然後放在冷凍庫裡面拿起來 就是隨便裝個飲料都超冰的 但是有趣的是他不能喝冰的 所以他就放在這邊